應該... 欸?上次講到煙而已對不對? 煙? 口香而已喔? 去拿東西嗎? 口香而已? 有啦 已經講第一段啊 有 就沒了 口香沒有講 咀嚼 如果你已經知道話就先唱話 有啊 有啊 所以消化罩沒有在煙嗎? 有吧 有啊 所以口香有啊 所以應該是到煙 所以 消化罩到煙這個地方呢 還有蘋果那個骨殼肌 所以只要你這樣 利用舌頭、臉部、肌肉的幫忙 把食物往後推 推到煙這個地方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反射性的動作 然後把食物往下擠壓 好 所以煙這個地方 說穿的 它的一個比較重要性 應該是它的特殊性 這個地方呢 煙是消化道跟呼吸道的交會處 所以我們剛剛 痾...前一趟客人提到 煙這個地方呢 往前是通回到口腔 往上是通到鼻腔 對不對 往下呢比較順的 前面這個管子呢 是氣管 氣管呢 上頭就是喉頭 好 所以煙接喉 煙接喉 如果你是煙喉 煙喉 那表示你在討論的應該呼吸道 好 如果是接食道的話呢 是煙直接接食道 接食道 就不會接過喉這個部位 好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大概特殊性就是說 那你不能讓食物那個 誤入鼻腔 誤入呼吸道裡面去 好 然後 食道的重要性呢 主要的關鍵是在於 先看它的長度 好了 你從煙開始 大約食道的起點 差不多跟那個喉頭 這個部分差不多 然後它結束的地方呢 我們中間這塊叫做胸骨 好 以前講呼吸的時候有提到 我們這是肋骨嘛 好 然後所以 胸骨是用來幫忙固定肋骨用的 那胸骨結束的地方 差不多這樣子 好 這段就是胸骨 那胸骨下緣 這裡 這差不多是食道結束的位置 那橫隔在這裡 橫隔不是完全是平的 它有一點弧度 好 就中間這個地方 正中間這個地方比較高 好 它兩側會比較低一點點 好 然後所以食道呢 接下來通過胸腔的重要性是在於 因為胸腔配合肺的需要 肺是被動式呼吸 還記得嗎 底下這個名字就好了 肺是被動式呼吸 所以你不能去動到胸腔的密閉狀態 好 動到密閉狀態的時候呢 就可能會導致那個肺 無法被動式的擴張或縮小 好 那所以 在這段裡面呢 我們什麼事情都不做 就是能夠把食物往下擠 讓它趕快進入胃 好 所以食道的後面呢 就接胃 好 所以煙跟食道 在消化這個部分來講 它大概只有推送食物的這個功能而已 進到胃之後呢 意義就不一樣了 好 因為這邊呢 總共有兩件事情 當初 狗腔配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物理性消化 就是讓食物的顆粒變小 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化學性的消化 其實齁 就算它通通都不做 好像影響也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它的物理性消化 就是咀嚼這個動作 那個 重要性會遠大於那個分解 好 尤其是以食物停留在口腔的時間 其實真的也沒有那麼久 所以那個化學性消化的部分 其實供陷不大 好 反倒是另外一個供陷很大的是什麼 因為你在咀嚼的過程當中 會刺激口腔的破線 大量分泌破液 對不對 你現在光是嘴巴開開的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 口腔裡面有些地方 比較水水的 好 不然 試一下 你看 你會鏡子 有沒有 手機準備開手電腦 你看 把口腔棍乾淨 然後對著那個隔壁的鄰居 把他嘴巴張開一點 乒乓棍見你 然後把他的嘴巴撐開 然後從 從最上面開始看 這個地方 裡面齁 大概就是這個地方 你去看那個牆壁 你棍乾淨 口腔棍乾淨 有拉一張開的瞬間 然後趕快往那個牆壁 那個地方看 一有一個地方 好像比較馬上變水水的 這邊做了破線 另外這邊就比較不容易觀察 就可能你要把那個 臉頰撐開 跟牙齒這時間 這邊也有一對破線 另外一個破線 就很簡單 自己看就可以了 拿個鏡子 看別人也可以 所以你把那個嘴唇 下嘴唇 把它拉下來 然後隔壁 舌頭往上 他那個 撕膝臺兩邊 這邊就有一對 那一對很容易觀察 因為那個出口很大 所以 如果真的要去突顯口腔的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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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他嘴唇 趴下來 然後叫他舌頭往上 對 抬高一點 就可以看得到了 所以 其實如果真的要去突顯口腔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功能是 咀嚼的過程當中呢 會有大量的唾液分泌 那唾液它有豐富的水分 所以到時候可以讓你吞咽比較容易 所以應該都有吞咽困難的經驗 有沒有 比如說那個乳蛋 對 乳蛋那個蛋黃 如果是髒髒的那種對不對 然後 如果你在沒有腳兩下 然後就吞下去 而且整顆蛋黃還很完整的時候 應該會有那個平靜的感覺 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吞這個膠囊式的藥碗 有沒有 那個膠囊基本上 那個是可吞鹼性的 然後所以 你現在 一吞的時候 他只要一接觸水分呢 就開始表面呢 有點那個半溶解狀態黏黏的時候 會不會卡在那個石道裡面的經驗 你卡在那個石道之後 不管你用的喝多大杯的水 都很難 所以其實這正確的吞咽方法應該就是說 你先喝一小口潤潤喉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再吞 然後再喝水這樣子 這樣會衝的比較快一點 因為你卡在那個地方 大概那個地方 大概所有貢囊能夠解決 你就再吞一顆貢囊 然後把它擠下去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吞咽完其實有點可怕 那個中午不要吞咽 吞咽完了 吞咽完了 這樣 好 所以到了石道這邊 他怎麼 怎麼努力讓那個食物可以下去 呃 參考217頁這個地方 就是他會從上面開始 然後呢 依序的 好 所以假設 所以一般食物在透過石道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讓他比較快通過呢 如果你是喝流脂的食物 大家就沒什麼問題 蛤 很細啊 石道 怎麼這麼窄 裡面的這樣子 小小的欸 怎麼三貢丸 所以 如果你這個吞貢丸的時候 記得旁邊一定要找一個人 幫你做哈姆滴克吧 他手腳要快一點 然後 所以 一般除了流脂食物 那個吞下去 真的是滑過石道之外 其實你只要是那種 呃 非流脂固體性的 比如說我們吃飯粒啊 一般的菜啊 這些 那個咀嚼時候 他會變成一團食物 因為從這個地方擠壓的瞬間 他就是整團下去 那那個整團下去 你就想說那個 要完卡在石道 要完那麼小顆 都會卡在石道 當然他是黏黏的啦 那你食物一大團 那也是會卡在石道 所以這個時候 真的食物要進去 要下去 其實主要還是要靠平滑肌的手作 我們那個 肌肉啊 靠這邊為止 還有骨骼肌 之後啊 在石道開始就是平滑肌 所以 你當然不會覺得說 那個好像平常的時候 石道有什麼特別在用力的感覺 因為那個這邊的話 基本上 那個 肌肉的那個 張力受氣不明顯 所以你感受不到 你真的要強力感受得到的話 就是那個 石道撐得太大 然後已經擠壓到旁邊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有感覺了 所以理論上 我現在想要講理論上 你吞那個魚丸 真的就非常有感 我說真的 就一個 有一顆東西那種感覺 這樣可以想像嗎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啦 但是也是不建議啦 你想像就好了 就是 通常胃塞滿之後啊 東西就繼續往上疊嘛 所以你想辦法把那個食物疊到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感受到 那個食物有推下去那個感覺 真的 因為我經營多了 但是這個東西 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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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風險很高 小孩子不要隨便吃 好 所以 利用那個 拼花肌的間接性的收縮 就是你所熟悉的一個名詞 叫蠕動 所以食物可以往下推 接下來呢 就進入到胃 216月這個地方 有一個胃的前後 相對關係的放大股 好 食道之後呢 等食物入胃的時候 胃是整個消化道當中直徑 就是空間比較寬敞的地方 好 所以食物入胃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去看兩件事情 當初口腔 好 在處理那個食物的顆粒變得比較細緻一點 它近不近著 好 因為這件事情一定要做 它影響到那個食物的分解效率 好 所以 如果這件事情不做的話 通常 食物就會在胃這個地方停比較久 好 再來第二個是食物的成分 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你吃了 應該都知道 你吃 像那個 西飯 或是麵 是不是做的比較快 所以如果是像 糖類或脂質 比重比較高的食物的話 一般 食物通過胃的時間也比較快 如果你去吃肉 對不對 就是比如說 這一餐就是排餐 牛排 那這時候應該會感覺到 好像今天那個 到下午 餓的這個時間 有比較嚴重 你可能到六七點 可能就是正常的量 但是呢 這一餐基本上是排餐 所以肉是主要的 你可能會覺得 欸五六點的時候好像沒有 平常那麼餓 就是因為 肉類的話 蛋白質為主的食物 通常會在過你停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有一些情況是 可能30分鐘之後 那個食物就慢慢的 你才不會進入到小腸 那如果已經吃肉類的話 搞不好一拖 可以拖到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以上 那這時候 它才會再繼續進入小腸這一段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食物停留到胃的時間 基本上 這是 第一個是看它的成分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 量的問題 你現在呢 上方不斷的往下送食物下來 可是我胃的空間就這麼大 就算你把整個胃撐大了 對不對 來 那我現在 胃要讓那個食物 有那個 肉癌優取的效果 然後讓它跟胃液重分混合 所以 為了這個肌肉的活動過程當中 你如果真的把它塞薄了 所以你想像一下那個氣球 吹得太脹了 對不對 所以它要主動 基本上也有困難 所以胃裡面的食物不能過量 所以它胃裡面的食物太多的時候 食到這個地方 它就會兼換 讓食物進入胃的時間 所以它就在這個地方設了一道關卡 就這邊 一般喔 如果我們這樣把它想像成 本來這個管壁呢 應該厚度是均勻的 然後可是 在靠近那個胃這個地方呢 這邊的管壁的肌肉也變得比較麻辣一點點 好 所以如果現在有那個需要 我要延遲食物入胃的話呢 我就讓這個鐵 這個附近的管壁的平滑機呢 就是做長時間的收縮 所以一收縮之後呢 管子就呈現像封閉的狀態 所以食物基本上就會減滿 進入到胃的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部位的平滑機 特別發達 而且它是特別去加強環狀 好 好 環狀排類的平滑機 平滑機的造型應該還記得吧 平滑機是縮型 兩端尖尖的 如果還有影響的話 那這種細胞它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像握拳頭一樣 就是 這種繞法 這種就是環機 好 那如果是順著管子的方向呢 這個就叫重機 所以血管也是喔 那消化道更需要 就是消化道的平滑機 我們就把它排成兩個方向 就是環機跟重機 然後環機收縮 主要是讓管子縮小 那重機這個方向收縮 是要讓那個管子產生 產生像這樣的動作 就是管子是會縮短 可是它直徑變寬 所以你想像它那種揉耳油 只是縮小 放翻 縮小放翻 所以食物呢 如果是在原地不動 它就會產生那個混合的效果 因為揉耳油去玩 它如果是像石道那種 由上往下依序性的收縮 那它就會把食物推擠 往前進這樣子 好 所以在那個石道即將要接位這個地方呢 這邊有一個部位的平滑機 環狀的平滑機特別發達 然後通常我們就把這種平滑機 就叫做擴約機 擴約機是指環狀那個排便的意思 所以擴約機不是第四種機肉 擴約機其實是指它是一種環狀機 那以消化道的基本主求來講 菸裡上有那個補殼機 然後石道以下通通都是屬於平滑機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發達的環狀平滑機 可以在這個地方緊縮之後 阻止那個食物繼續進到胃裡面 那你等胃有充分時間處理完 然後呢 開始讓它進入到小牆之後 然後逐漸的空出來 這時候呢 再繼續讓食物進來 這樣是比較貼切的 那你胃一直繃緊的話 應該也知道那個其實感覺不是很燙的 好 那這個地方的 會在食道跟胃之間的這個擴約機呢 我們有一個名稱 就把它叫做 分門 對 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食物前進的控制點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那既然食物可能會在胃裡面停留好幾個小時 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我現在呢 胃後面要去接小腸 然後小腸的第一段是12指腸 如果我現在食物要停留好幾個小時 我勢必也要去阻止胃裡面的食物呢 還沒有處理適當的時候呢 就不宜進到小腸這個地方 所以呢 只好在胃結束這個地方 接小腸這邊呢 再去設計一個擴約機 好 所以胃底部剛倒到12指腸 這個地方也有擴約機 那這個應該就很熟了 這個部位的擴約機 我們就把它叫做 有優門 所以胃前後各有一個控制的關卡 它不是半摩 它只是利用發達的這個管閉肌肉 然後來延食那個食物的前進 所以那個食道接胃這個地方有N門 胃接12指腸這個地方有優門 好 那一般的情況 其實如果你吃的食物的量不是很多 就是當作那個食物大概就只有甜底下這樣子而已 好 然後所以那個這個地方進來之後呢 食物開始被這樣的攪拌 利用那個胃的活動攪拌 然後順便分泌胃液 所以停用那麼久的時間 就是讓它跟那個胃液充分 那因為胃液裡面呢 有兩個很重要的組成 一個是胃酸 胃酸基本上它可以去腐蝕食物 好 所以如果你有那個食物入胃之後很久吐出來 應該知道它會有燒濁的感覺 但是食物已經夠酸了 所以當初口腔不進者的話 你看對胃來講 它處理食物的顆粒比較辛苦一點 它只剩下酸這種策略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胃蛋白酶 因為蛋白酸的分解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從胃這個地方就開始處理了 那這個分解的部分我們以後再看 好 所以接下來胃接12指腸對不對 小腸的第一段大概是最清楚 可以看得到它在哪裡 就在我們的右邊這個橫隔下方這邊 所以胃啊一般就是人要胃痛胃痛 胃痛記得要摸左邊它是胃痛 摸這邊不是胃痛 摸這邊搞不好是12指腹痛或肝痛 如果肝痛的話就急 趕快去看醫生了 因為肝不容易痛 如果肝真的很痛的話 可是問題大的 所以胃痛摸這邊 摸這邊就不是胃痛了 所以它是10到下來 然後呢先繞一個轉彎 變寬然後繞過來 然後到右邊橫隔下面的時候才接12指腸 那這邊不是只有12指腸 12指腸的位置它在偏低一點點 因為在這根肋骨的這個附近 其實是大三角形 就是肝臟 肝臟的話一部分就隱藏在肋骨的下 後面的部分 那一部分是有比較下來一點 所以大概是這個位置 大三角 所以肝臟在這邊 所以它都會繞過完之後 會在肝臟的下方 那12指腸也只有 不 小腸也只有這段很明確 就知道它在這裡 其他的齁 12指腸 在繞過來之後啊 大概沒有認得兩個人都是一樣的 因為接下來的這段呢 差不多將近3公尺左右的長度 它大概會是像這樣子 就是 你就是想說 有沒有 小腸沒有那麼細啦齁 有沒有看到豬腸 有 如果你看到豬腸的話 就是差不多那個基因等基因 你就想說有火繩子這樣吃一吃 然後就把它塞進去 然後它這邊就是小腸 所以不會有任何 不會有任何兩個人 小腸那個碗子的脈絡是相同的 你早上的時候 跟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那個腸子可能也會有一定的位移 你現在吃完飯之後呢 又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那怎麼睡 你看 可以想看嗎 所以這個腸子的位置其實一直是在移 可能在移動感中 所以有時候 就是腸子裡面呢 塞的太薄了 像灌香腸 明明灌的薄薄的 你又要去跑步之類的 你又要去跑步之類的 你會覺得它不動嗎 就用想的就會痛了 這樣可以理解齁 所以吃法的東西真的 不要去做一些比較劇烈的活動 你光想你的內腸那麼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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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怎麼會是跑步 所以 那可是接下來問題來了 那你去想一個三公尺頭的軟管 然後裡面如果有食物 因為小腸裡面的食物也有可能 最長可以停留到七個小時喔 最不幸的情況下 好 所以 你現在想像一下 你的 午餐 小腸可能還在善後 然後你已經準備吃晚餐了 你不小心提早吃點心 對不對 所以胃也有食物 小腸也有食物 對不對 好 那個小腸經過你這樣抖動 對不對 會不會離得太遠這樣子 所以小腸有來了一招 是一個比較可靠的做法 因為那個腸子啊 知道我來繞去當中 我可不可以大約固定它的 它的位置 所以 那個 如果你去買那個腸子的時候 粉腸有沒有 以前不是講說粉腸 粉腸表面 這個 你吃粉腸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那個 表面的地方會有一個 有一點點凸出來 然後薄薄啾啾的那個 有沒有 那個其實它原來真正的樣子是像這樣 就是小腸的表面呢 有一個延伸出來的 薄膜 然後這些薄膜呢 全部都收到同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那這樣的話 我只要守住這裡 所以不管你是小腸的哪一段 跟我這邊的距離 平均距離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就算再怎麼動 但不會動得太遠 怎麼樣 這個東西就是 腸氣膜超好吃的 因為它很Q 對 真的 好 那 可是總是還可以再找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觀察 小腸裡面食物的通過狀態 有沒有去做過這種檢查 就是喝一種那個 先贏了 先贏了 很...很...不好喝 然後喝下去之後 然後 可以去看那個它的流動狀況 在X光的時候 然後再看那個 轉來轉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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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還要留意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管子啊 難免有時候就會去折到 那折到之後 小腸裡面呢 分泌物又有一點黏性 對不對 所以應該有聽過一個名詞 就是萬一小腸折得太嚴重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會造成沾黏 那沾黏的話 就是會暫時性造成那個食物 每次通過這邊的時候呢 因為那邊折到的嘛 所以食物要通過就比較難 那老人家有時候 就是折到的時候會更麻煩 因為他可能一時不差 長時間沾黏 他甚至於之後就是一直堵住 所以前面去一直堆 那沾黏那個地方呢 又可能因為你的身體活動的關係 會有磨損 所以那地方可能就會開始有一些發炎 然後甚至於惡化 所以到一最原動的時候 那一段是要剪掉的 要重新再結上去 好 那小腸的話 轉過分三段 第一段最短十二指長 十二指長怎麼算 大概二十幾公分 當初我不知道是哪個天才 為什麼一定要這種方式形容 就是用這種石頭併 再加兩根 所以叫十二指長 這個長度 所以叫十二指長 大概二十 就是 你們可以有尺的話可以量一下 你手長張開是多少公分 所以我覺得反正你也只是大約啊 為什麼用十二指 那比較像一長長 一個手長打開也是差不多二十公分啊 好 所以它是小長最短的一段 然後接下來兩段就很長 第一段呢 叫做空腸 然後第二段叫做回腸 你們有沒有聽過 檔氣回腸 檔氣回腸 檔氣回腸就是快要排氣 奇怪為什麼要有這個字 所以空腸跟回腸 基本上是小腸當中佔有的比例比較高的 那空腸之所以 空是因為 空腸很多食物在這個地方已經分解完 已經吸收完了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有 許實有 有些人小腸不是要切割掉嗎 但後來他們發現 真的對這個人的消化的影響 有嚴重到 就是很功能受阻嗎 好像也沒有 因為他們發現呢 那個食物大部分 既然到這個地方 就可能幾乎是完全處理好的話 那表示這一段根本就是多的 或者是備用的 所以回腸的這一段 其實它可能是備用的 那大部分其實食物到這個地方 會在分解跟吸收的比例已經很低了 所以哪怕你回腸真的沒 影響其實衝擊也沒那麼大 那還是要好好補了嗎 雖然它是備用的 好 那可是你在空腸跟回腸其實 你這樣看這個圖 你是認不出來 就是剛剛講的就是一坨 一坨短線然後塞到那個一度級 然後這邊畫一個小圓圈 然後整個塞進去這樣子 好 可是接下來 小腸接大腸的時候 回腸要接大腸的時候 那個接法是這樣子 在你的右下腹就是寬骨嘛 這個皮帶下方這邊應該可以摸得到寬骨 然後比較凸出來這個部位 然後進來這個附近 它就是圍腸過來 然後準備去接大腸 然後大腸呢 在這個地方 跟小腸的接法是一個T字路口 然後本來在草食性動物的話 比較看得出它是T字路口 它過來之後是這樣接 這邊呢很長 然後這邊呢更長這樣子 這是原來T字路口的這個接法 可是對我們來說的話呢 這一段 在岩畫上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橫跡 所以就只留下一個小小的一條一條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藍腸 那所以盲腸 盲腸本來應該是像這樣子盲 就是你進來之後還是得遠路出去 就是在盲腸 就是死巷子 然後我們的盲腸就只剩下地板線下去 盲腸很短 盲腸現在只剩下你那個 就是好像走出去 然後突然間地板線下去這樣的感覺而已 可以理解嗎 它這就是一個退化 然後所以這一段就是盲腸 然後所以大腸的地段很可憐 大腸的地段就只有這樣短短的而已 盲腸然後有一個藍尾 看到那個退化的東西 然後盲腸之後呢 就是吃乳大腸 乳大腸不是通常 你可能會剪到一段有播放的那個 就是這一段 因為它像那個打結一樣 所以叫做結腸 所以大腸的第一段算它 這算大腸第一段 所以回腸 小腸跟回腸 就是你看這個圖應該看得出來齁 回腸會去接大腸 大腸這邊提示路口嘛 所以第一段算盲腸 第二段算結腸 那結腸就從你的右下腹這邊 然後繞到十二指腸的附近 從這邊然後上來 然後橫過來之後呢 到了那個左邊位這個附近 然後再往下 然後再繞到這個塊骨這邊之後呢 繞到肚臍下方這邊 然後轉一個 轉一個像結腸可以死的 這是它的脈絡 所以最後的這一段 我們就成為叫止腸 那要到一個大轉彎之後 所以大腸就分三段 腸腸結腸 結腸是最腸的部分 然後止腸的話呢 大概是二十幾公分左右 那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到這個地方 食物的處理算到一個段落 止腸這個地方要負責的 就是接下來的排便的問題 所以排便這個動作裡面 直腸的這個收縮就非常重要 所以整個消化道呢 大概到此結束 而這個過程當中 食物呢化學性的消化主要是依賴誰 食物的化學性消化 其實以空間來講 主要是依賴衛跟小腸 以消化效素來說 以消化液來說的話 這邊還要再投注兩個很重要的 一個是膽絲 另外一個是乙液 那肝跟乙都不直接會在消化道上 他們是消化道旁邊的消化線 好 所以這邊基本上就是整個消化道完整的 所以那個結腸 你看那個左下角那個局部放大乳 有沒有看到那個質感 你們在那個乳味的大腸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 就感覺像一節一節的 沒有 好吧 順利 那下次看到那個 那個乳大腸還沒有被剪碎之前 剪的一小段一小段之前 看看有沒有找到這一段這樣子 好 消化道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詳細的功能面的部分 我們把文字繞一圈 那個217頁這地方 先從口腔開始 口腔之所以能夠 是一個很好的物理性消化的處理的地方 是因為它有牙齒 一個成人的牙齒 完整的發育之後呢 應該總共是32顆 對不對 其中 門牙八顆 不然你自己數一下 不太確定的拿一個那個鏡子 自己照一下 門牙上四顆 下四顆 對不對 好 所以八顆門牙 然後呢 全齒總共有四顆 對不對 上兩顆 下兩顆 緊靈的這個門牙的部分 然後小舊齒是八顆 大舊齒是十二顆 那這個當然高到刺齒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你刺齒已經長齊的話 你就可以算一下 好 如果刺齒它沒有長齊 你現在算一下 你現在應該是28嗎 刺齒之後頂一下就可以算得出來了 很容易啊 對不對 我們這個地方移一下就可以了 好 好 然後 所以牙齒為什麼好用 你看門牙可以切碎 對不對 全齒可以撕裂 然後呢 舊齒可以研磨 所以這個牙齒的構造 其實已經凸顯出一件事情 你怎麼看牙齒都會覺得 人真的是雜質 因為我們的牙齒的發展太平均了 對不對 所以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兩顆那個虎牙 在勾勾 然後長出來 對不對 那個意義就有點不一樣了 好 然後 接下來 那因為指靠牙齒不夠啊 所以臉部的肌肉還有舌頭的配合 這個的話 你要去咀嚼那個食物 這樣的話 這個整個豆泡麵的搭配就很好了 那舌頭的部分的話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了骨骼西之外 它的表面的味蕾 這是引發食慾的重要的關鍵 一般來說真的色香味 能夠引發食慾的攻擊就是色香味 然後中午就知道了 我們先說好 不准留下廚具 吃不完你們自己抖得這麼 好 然後接下來 那口腔的那個 旁邊 這邊有那個消化線 那消化線 那消化線稱為叫拓線 分子別稱為 三對當中 三對當中拓線的圖 等一下 拓線 瞄一下220頁 好 這個地方叫耳下線 或者叫腮下線 這邊一頓 然後這邊叫漢下線 好 漢下線 然後那個前面舌頭 石器帶兩邊那個 那叫舌下線 所以總共是三對 好 所以你看這三對設計得很妙喔 就是你在取決這個過程當中 剛好這邊都是比較容易跟食物接觸的地方 好 那所以 雖然拓線裡面呢 有拓液墊粉黴 但事實上呢 它貢獻的水分跟黏力 對食物來講 這個比較重要 好 那至於拓線這個動作呢 基本上當然也是由神經來搭配的 將來我們會背一下 在那個後面的地方提到 這個整個口腔的這個運動呢 主要跟顏面神經 跟蛇淹神經 你光看名字也知道 跟臉部跟那個嘴巴有關係 好 然後頭腔之後呢 就是借那個煙 煙的話是消化道跟呼吸道的交匯處 然後它是越來越窄 就是從如果你那個蛇跟壓下去的話 就是從一個比較大的管子 它慢慢會縮小 所以等到那時候食物擠進來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反射性的收縮 OK 那所以那個吞電 咳嗽 嘔吐 反射中樞在哪裡 我們以前背過 蛤瘦 吞咽 嘔吐 這個反射動作的反射中樞是 眼腦跟管那個呼吸心跳血壓的 是同一個腦但是是不同的細胞 好 所以你看眼腦管什麼 那個生命現象對不對 呼吸心跳血壓 對不對 還管你這個 蛤瘦 吞咽跟嘔吐 那幹嘛額外管這三件事情 知道咳嗽 吞咽跟嘔吐的意義嗎 好 我今天如果這個地方沒有做反射性的收縮 食物就少了那一股擠壓 然後往下推的力量 對不對 然後咳嗽跟嘔吐的意義是什麼 當然是有不正常的情況進來 對不對 最保險的做法先弄出去再說 所以咳嗽可以讓你做一個非常強有力的 這個 撲出去的動作 對不對 嘔吐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現在如果有入侵的病菌 伴隨著食物進來 對不對 如果你不嘔吐的話 難不想應該有肚子痛過嗎 難不想要一直跟它撐著 有沒有撐過 有時候吃壞肚子的時候 想說我忍一下 再忍一下 結果反而更糟 好 因為那些菌呢 在你的肚子裡面 越長數量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你反而後來更不舒服 對不對 不舒服 最後要打點滴 那就吃不吃 好 尤其你們得過濃濃病毒了 有 好 好 像濃濃病毒那一種的話 就更痛苦了 然後還要稍微去打個營養針 好 好 那個217類下面那個 牙齒的排列組合那個地方 好 好 那上次講過那個軟餓的時候 有沒有提過懸泳槌 所以等到食物往後擠壓的話呢 那個軟餓會被往上頂 軟餓下方槌下來 那個就是懸泳槌 所以你看你隔壁鄰居那個 喉嚨伸住 靠近天文板有一個槌下來 一根 一顆 一個顆粒 這個蛇根往下壓一下 你可以順便檢查一下 有沒有那個 好 現在發炎的問題 怎麼樣 好 所以 所以推薦之後呢 煙將食物往下擠 接下來呢 進入食道 食道就會開始呢 產生主動現象 那所以剛剛已經看過這個股 217的右下角這個地方 食物進入食道之後呢 食道由上往下 依序性的收縮 就可以將食物往下推 推到哪裡呢 推到下一段的胃 那胃這個地方呢 它會 尤其也是會 由前往後 這樣來回的收縮 然後讓食物呢 可以充分的跟胃液呢 攪拌均勻混合 那這個也是一個 刺激胃液分泌的方法 胃液要分泌 有幾個關鍵 其實你會發現 有時候你滾到食物香味 然後半個小時之後 你就開始覺得胃不舒服 因為那個刺激對你來說 你可能你分泌的胃液就太多了 你看 所以光是滾到 你連碰頭還沒有碰到 對不對 這時候胃液就已經開始分泌 那個是一個必備性的動作 所以我先分泌一點點 然後等到真的吃食物的時候呢 這時候才開始大量分泌 所以一般食物入胃之後呢 那個胃被擴張 那個其實就是一個 刺激胃液分泌的來源之一 只是之一而已 好 所以食道的話 218A上面 它沒有什麼特別功能 利用蠕動呢 把食物往下送 那個 還肌跟重肌 通常重肌會在外圈 外層 然後把肌胃在內圈 到了胃之後呢 基本上它也有很發達的平滑肌 如果你有吃過豬肚 有沒有 觀眾你試一下那一張 沒有啊 我都不知道 怎麼行 所以那個 胃的話呢 吃起來那個口感 那個QQ非常好吃 對不對 所以通常一般來講 這種部位肌肉一定很發達 好 所以整個消化腦 那個空間最寬 最宽大的部位 就是胃 那胃在記得 胃在腹腔的左上方 緊鄰著橫格之下 然後上街石道 下街小長 然後胃的前後呢 各有一個發達的破約基 就是上面的崩門 下面的幽門 好 那胃壁呢 可以分泌胃液 因為胃壁當中有胃腺 然後它可以分泌胃液 胃液當中呢 兩個重要的成分 起碼你要知道 有胃酸有胃蛋白酶 它胃那個消化腺 我們後面才會談 所以這邊就到這裡了 好 所以食物入胃之後 有沒有物理性消化 那個胃的肌肉活動 所造成的食物的攪拌效果 那個就是物理性消化 對不對 那等到酸開始作用 等到胃蛋白酶開始作用 它那個就是有限制到食物的分解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有那個化學性消化 然後食物入胃之後 基本上呢 就是神經跟內分泌 都會對胃的活動產生影響 這個部分的調節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這邊先提一下 是因為這個消化系統的構造的調節 就是它的動作的調節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剛剛有講到口腔這邊 那個神經系統很重要 然後到胃這個地方呢 是神經跟內分泌都很重要 好 簡介了 當胃的食物處理到一個合適的狀態 這樣只能到這裡了 就是食迷 如果你食物入胃之後 有超過一個小時 那最好是一個半小時再噗出來 是什麼樣子 就是吸飯 而且是很細緻的吸飯 然後如果你是吃下去 馬上噗出來的那種 就是利益見清楚的那種 香腸 香腸 仍然是香腸 供蠻仍然是供蠻豬五次 你們都有沒有吐過 有 這樣可以提到這個意思 所以 什麼樣叫做食物處理妥當 就是那個要小顆粒小顆粒 這個時候呢 對於後面的小腸接手之後 它要處理的就簡單多 我就是可以在那個分解 這個小綠腸提升 那如果你給小腸的是大的顆粒 這時候它分解上就會很辛苦 好 所以 現在吃 怎樣小腸 這邊有沒有說問題 看外面是 有陽光的 然後需要幾個幫忙 搬 烤 就是那個 烤 盤 打烙架 跟 木炭 快點先過去 然後開出去 生火 我先點起來 它還有組合的問題 咧